聽說今天有一個很像大明星第一名模的美女大正妹喔 大家跟我來 哈囉 有正嗎有正嗎 超正的 大家好 正啊正啊正啊 OKOK 我今天的造型又跟那天不一樣 沒錯 那天是走時尚荒野俏皮風 然後今天呢是走氣質風 氣質風 哇 而且我跟你說 為什麼今天要穿長裙 為什麼 因為自從你上次偷摸我的大腿之後 已經在網路上引起興奮了 真的嗎 所以大家呢說我今天一定要穿長裙 真的嗎 沒關係我可以摸別的地方啊 對啊 是不是很有氣質呢 真的 我覺得這次啊真的就是 我覺得感覺好新鮮喔 就是以往拍MV的時候啊 都很中規中矩 然後這一次呢我覺得 導演呢就是賦予我全新的 生命跟靈魂 然後讓我呢能夠有很多很多的嘗試 包括造型啊還有肢體表情各方面 真的 所以你們可能挑在那種類似兔女郎的造型嗎 蛤 兔女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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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我不排斥欸 但是我怕導演會拍不下去 真的嗎 可能會流鼻血吧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等於說是多變喔 都有可能喔 是 所以不管什麼造型都可能在這MV當中出現囉 對 這張專輯呢我等於就是百變女郎 哇嗚 以後請叫我百變女郎 好嗎 OKOKOK 欸 可是你今天造型 可是我剛才有聽說 是不是 呃 有很像 神是哪一位 台灣名模 工作人員 你是在講 你知道是誰嗎 我剛好聽到有什麼 什麼零字的 是嗎 好像叫什麼 叫什麼 零四零的嗎 是 是那個零四零嗎 真是受寵若驚耶 而且還是導演說的喔 蛤 導演說的導演說的 導演我真是越來越愛你了 真的真的 要不要過去抱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跟我講 哈哈 沒有啦 智琳姐姐也是 我覺得她是我一個學習的 呃 榜樣 我覺得她真的是很有氣質 對啊 妳今天也很有氣質啊 真的嗎 我只有說今天 一比他漂亮 一比他正 謝謝謝謝 那感謝大家對我的厚愛 然後這一次呢 可以跟大家預告 真的 你們有耳服跟眼服了 因為不管是在曲風上面 歌曲上面 還有我的造型 MV上面呢 真的是 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一種不同 敬請期待喔 敬請期待囉